如果因為我有用詞不當 造成的誤解或者是困擾 我在這邊非常誠摯的 跟我們彭部長 還有社會大眾抱歉 外省後立部長去台灣 要跟社會大眾跟環境部長 平均面會失禮 因為前一天他來參加活動的時候 是這樣說 有一次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做到很大 都說我要進行檢查 我們會不會做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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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總統院長特有打電話給我 希望說能夠做快一點 更落實更具體一點點 倒是沒有罵我 因為其實總統是一個君子 他或是院長他們的人都很好 他不會罵我的 口氣上是我聽不出有罵 可能就是我們在敘述的時候 總統希望能夠更積極一點 平均面是說總統 確實有更正的好意 但是也沒感覺 本來星期晚 去台灣 暗算要跟總統做定去參加 基層醫療協會的活動 但是總統府這邊 通知總統任何有公務任期出銷 有人認為說總統是不要跟台灣 做定國民黨也就地發揮 把心裡的話全都說出來了 忘記自己也是行政團隊的一員 當然環境部過去對於綠色醫療 以及醫療院所近您排探的工作 遠遠是做得不夠 才會讓賴清德怒了也急了 提到說總統是有 致電給彭部長來關心 這個其實都是一種 互相鼓勵的一個互動 總統臨死外軍的時間 那種時候直接沒辦法拿去 由我來代表出席 代表總統跟大家道歉 他其實跟醫界會那個 詢密 他先解釋說總統 打電話去的原因第四位時候 還在說明一次說總統是為了接台外賓 才沒有來參加華東 但是開台灣的實現 他有經費失礙 希望不要造成什麼影響 民視新聞 総合報導